这世界什么觉得可怜 那一定那一定就是你 那连连连连的狗眼看人前 从在台上面说着不着边的语言 在你动说唱之前 赶快翻翻词典 台上的台下观众跟我一起看看 看看接下来这个评论如何哑口无言 只会躲在里面 然后随随眠 害怕惊讶担心 知乎我的表现 真是可怜 怎么不选个中间的位置啊 那边才是焦点啊 不要 那边太鲜眼了 我还是坐这儿吧 没事 以后你要是睡着了 都把你包管了 也不是没有这可能 所以我也只能在这儿陪你了 感谢你今天带我来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电影发播的 也是我第一次走空谈 以后这样的活动特有无数次 你要是人 如果我也是白玲的话 所有人都是喜欢我 不这么完美 白玲就不希望你是她 我也不喜欢她 你是嫌我蠢吗 当然不是 我知道白玲一直在看着我 她也一定特别喜欢你 如果你是她的话 她还怎么跟你做朋友呢 我喜欢一个小姑娘 我想让你帮我追追她 你 雨翔 什么 喜欢上你小姑娘 不行吗 你可是准备出道的艺人 每天有那么多事情要忙 怎么还能想这些东西呢 那我喜欢就喜欢了 而且越来越喜欢 我像满脑子 都是她 你知不知道我们艺人 找女朋友是特别麻烦你的事 动不动就会给人家特别大的压力 让你这女孩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不能 我一定会给她安全感 一定不会给她压力 而且我还要保护她 一直陪着她 你真的是很天真你知道 压力又不是你愿意给的 而是自然而然的形成 怎么会 我们不就天天唱歌跳舞吗 那是因为我们还没红 但是我们老师一定会红的 到时候所有的媒体 白天黑地偷拍你跟踪你 你跟她所有的生活 都会暴露在公共视角的 甚至会有你的粉丝说 她配不上你 你觉得她能受得了吗 我受不了 你喜欢那个姑娘 是那个护士 叫吴悠悠是吧 你怎么知道 她可厉害了 她今天刚考进我们出道班 什么 考进我们出道班的人就是她 你别看她很普通啊 她当初要是不当医生的话 她早就是一个优秀的艺人了 那你更不能跟她在一起 这又是为什么 你忘了我们出道班的规矩是吗 你就当不知道不就好了 不知道 好 帮我追她啊 思辰懒打 悠悠 她醒了以后咱们俩一块去呗 好吧 你 你等会儿啊 好啊 好啊 真的胖子 你说我在胖子身体的时候 我觉得悠悠喜欢瘦子 但我变成瘦子之后呢 我怎么觉得悠悠也喜欢胖子了呢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回到你这个身体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回到你这个身体 但是我心里明白 我还是你 胖子 别睡了 别睡了胖子 你快醒醒陪我去吃饭 算了 你今天也累一天了 睡吧 你说你这个胖子啊 今天我陪你去参加比赛 那么辛苦 你也不说回来带我吃点好吃的 你还在这儿睡觉 还睡得这么凶 其实我还挺想和你一起吃饭的 你知不知道 每次看你吃得那么香 我都特别地开心 对了对了对了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今天我收到了 空余传媒的陈浩诚总监 发来的全身短信 说让我明天去空余传媒的出道班报到 怎么样 是不是像做梦一样 我跟你说话呢 睡吧 胖子 胖子你还真是傻人又傻 碰到旁边 但是说就是 试cast里面 你就会说 你可以睡觉 我们做梦 有什么啊 你我经常不时不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今天为了我花这么多钱 今天我们就奢侈一回 为了你 我也愿意 老师 你今天都被淘汰了 我哪儿好意思庆祝啊 应该庆祝的 我今天虽然被淘汰了 可是最起码我以后可以安心工作 就不用再去想那些 做什么歌手艺人的事了 你看现在这个时代 它就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我何必要去跟这个时代做斗争呢 什么呀 才不是这样的 那是因为他们太狭隘了 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 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对美的评判 也不是前面疑虑的 反正在我心里 我就觉得你特别帅 我就是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快吃吧 快吃吧 你再不吃都凉了 而且这些菜 都是你喜欢吃的 你怎么记得我喜欢吃什么 我吧 虽然脑子笨 可是当你每次说 你喜欢吃什么的时候 我都把它记在电话上 不 你就吃那一个呀 这儿还有排骨呢 我就是特别爱吃这个菜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 你要是还想吃的话 你就跟我说我再给你做 你喜欢吃的 你喜欢吃番茄炒蛋 吃 谢谢你啊 胖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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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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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是一个卖畅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不公平 你那么优秀 可是却不被人看重 虽然我进了出道班 但是在我心里 你就是那个真正的明星 我们一起了 谢谢 谢谢 好棒 好棒 这谁啊 这是咱们拍新来的练习生吗 我一进破浴就进出道班 比咱们有前途 不会也有什么内幕吧 内幕 什么内幕 你 瘦子 你来得比我早啊 你好啊 我是乌优优 咱俩上次见过 你好 我是白颖 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尽管你 直接告诉李翔就好了 他会帮你的 好的 谢谢你啊 那我先过去了 咱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拜拜 怎么样 是不是说出了你的心声啊 白颖 帮个忙吧 你不是要让我帮你约他吧 你怎么知道 不行啊 这不一定 是哥们儿就帮个忙嘛 好吧 够意思 够意思了 是哥们儿什么 你老大 你老大 自己老大 你老大 你们呢 我肯定了 还有柜子 你老大 几乎你了 我来自于你 你就像我的勇 每当我肆意妄为的时候 总会想起干瘪衰败的你 你是我的枷锁 是我终身想摆脱 却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躯壳 你的存在不断地在提醒我 我的卑微没有离去 也不会因为我的抛弃而视而不见 即便如此 我还是要拼命地离开你 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找我什么事 老沈是怎么回事 意外 脑梗 你老实告诉我 跟你有没有关系 你现在是怀疑我 我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 那件事 我一个人承担 不要再牵涉无辜的人进来 你现在是酒喝多了 还是有妄想症啊 这大街上 话可以这么乱说的 事情总会过去的 我说了 我说了 人要往前看 我都已经走出来了 你也可以 真的有困难 来公司找我 白总 你一路待我不跑 我错了 我认 因为死里的人要瞑目 不然他们不会放过我 我们自己也不能当 什么事情没有发生 是他对不起我 虽然我恨他 可是我也不希望是这种结局 这些是老天的安排 我都接受了 你也必须接受 我接受 我杀了他们 那我们算是同伙吧 我们算是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算是同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算是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朋友挺多啊 这是新马子 要不都发展发展 男朋友喝多了 我带他走 男朋友喝多了 我带他走 男朋友喝多了 女朋友 苗莉 是你吗 对 是我 苗莉回来了 你是在乎我的对吗 在乎 在乎又能怎样呢 在乎就够了 你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我兄弟 谁 白云说得对 她不想走 她不瞑目 而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那你现在要怎么办 报复 报复谁 白菲力 我不知道 你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如果对象是白菲力 我可以帮你 你能帮我 嗯 我们打开 你赶紧 我不是 来 干什么呢 知道吗 我发生了什么事 不管是唯一 你明天 你不在乎我发生了什么事 你我发生了什么事 私自参加电台节目的事 公司已经知道了 我和 我和吕翔 你不会还不知道 没亲公司允许的情报下 像你们这种行为所违约吧 但我和吕翔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是自飞声吧 自飞声对公司的演出规定 应该就不是很了解的 吕翔 吕翔算是破格录取的 应该也不会比你知道得多 那公司会出败我们吗 下不为例 还好啊 你们也没惹出什么乱的 其实今天找你来 不是为了这件事 还有一些事 想好好地找你跟吕翔谈一谈 对你们来说实际上好事 嗯 对 对不起啊 我不失误了 傻瓜 我又没说你呢 说你呢 你今天怎么了 魂不守舍的 撞邪了 什么时候变这么脆弱了 说两句就走 我们能不能打起精神来 现在的配合度相当地差 我再来一遍 行 再来一遍 我知道了 那首歌 是凝结了你们两个的 心血和精力的作品 你们一定特别 向自己猜过来 让演唱出来 我很理解 可是现在的市场 要多残酷 你也知道 那么多人红 哥不红 哥红 人不红的作品 你一定不想 你跟吕翔作品 就是我被埋没了吧 但是我跟他约好了 白总 还没聊完啊 再聊 坐下 慢慢聊 我听着 行 说说 我在公司做了 这么多年的自飞电信生 我就是想当歌手 我就是想在舞台上唱歌 来 云春 要不咱们这样 转会来来思维 比如说啊 比如说 你像周杰伦 其实他在出道之前 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后 还有就是 你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吗 我来说 你听清楚了啊 我不管你是不是自费的 这公司有规定 只要是公司的任何人 所创造出任何作品 这版权一律归公司所有 所以你的那首歌 如果你不打算卖给公司 那我也告诉你 你不可以在任何公开场地演唱 因为这是不符合公司规定 听见没 所以啦 现在公司要用市场价 来买你一个练习生的模式 你放着有钱不赚 是不是傻呀 你想当歌手 出唱片是吧 行啊 但是首先 先要具备有外形 你看看你长的 你这叫长歪了 这也不怪你 你要是能长得 像吕翔那样 我就让你加入S 下个月 你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出道 听见没 别想那么多了 赶紧签 没有 你们都一点不着急吗 以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出去肯定会被别人笑话 咱们配合还不太好 咱多练练吧 还有时间呢 还有时间 我们哪儿还有时间啊 废话 对 小屁 小屁 袁川 来 听人家说是好事 咱以后多写好作品就是了 我今天去张总监的办公室 碰巧白总也在 我好像听他们说 我们这次出道的主打歌 已经选好了 选好了 选好了 什么歌 叫 叫 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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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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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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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们没听过 喂 他 他怎么 你看 你们都干吗去啊 不排练啊 您说什么 李云春已经同意把我们的歌 卖给公司了 你知道吗 这首歌是你们两个的 共同作品 它的名字已经签过了 现在还差点 不可能呢 我们明明约定好 要一起在台上唱这首歌 他为什么要签呀 张总监 我能借你电话用一下吗 谢谢 对不起 我必须去找他当面问清楚 游翔 是吗 有见到李云春吗 他被张总监叫去谈话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可以去谈计 我这都可以去谈计 我还是要去谈计 一会儿会解决另外一个其中 说不定哪一天 他就成了非常厉害的音乐制作